将军出征回来了 她还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子 自归来 她是我无睹 和她言孝艳艳如交似妻 还许诺让她名媚正娶进门 做平妻 我付出良多 她却罔顾我尊严 为着小妾伤我彻底 既如此 我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 不如一纸修书断干净 明王 将军修得僭越 你口中的弃腹 现已是本王的王妃了 将军出征回来了 她还带回来一个怀孕的女子 前院鞭炮齐鸣 正在迎接袁一辰凯旋 而我尊敬的伯母 以后宅夫人不宜面见外男为友 命我在化妆院等着 妙英从前院跑回来 上气不接下气 催促道 小姐 你怎么没反应 我拨金算盘的手一顿 故作高深的摇头 她是将军 还是尊贵的成安侯 我骂不得 打不过 不如省点力气 多赚点银子 比起丈夫那妾 我觉得还是没钱更为恐怖 我是商吉 嫁给袁一辰算是高价 父亲担心 我受委屈 成亲时给了我十二条街的商铺 做嫁妆 珠宝店绸缎庄 胭脂铺酒楼客栈 应有尽有 每年盈利破风 有银子傍身 日子倒也不至于太难过 只是袁府的人 始终看不上我的出身 妥母曾当着一众夫人的面 说我上不得台面 肚子也不争气 两年时间也未替袁家开支散业 可她明明知道 大婚当日 袁一辰奉命前往边疆 只仓促接了盖头 一走就是两年 只怕此时 她连我长什么样也不记得 若是我肚子争气 那才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 秋风瑟瑟 花双院中的梧桐叶子开始泛黄 摇摇欲坠 妙鹰颇有些恨铁不成钢 自顾地坐在我对面 拿起一本账册 悠悠道 你赚的银子八辈子都花不完 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我一听 甚觉有理 人生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想到我辛苦赚的银子 可能会便宜某个倒霉孩子 我瞬间心痛到无以复家 当即从百宝箱中拿出十万两银票 交到妙鹰手上 帮我把西娇的地买下来 有多少买多少 西娇有千亩粮田 原本属于某位大臣 可听说那家的独子得罪了名王 赔得倾家荡产 连祖产都卖了 这才保下了那个败家子 虽说我不缺钱 可地当真没多少 若是遇上天灾 有钱倒不如有地 多囤些粮食才是正经的 妙鹰显然十分认同我的想法 自动忽略前院的事 凑到我跟前产孝党 小姐 既然买都买了 不如把西山的杏子林 也买下来吧 春暖花开 可以赏杏花 天气稍热时 可以吃到新鲜的杏子 吃不完的 也可以拿去卖 稳赚不亏 我稍加思索 觉得甚好 大手一挥 准了 花钱的时候 总是分外愉悦 看完账本 发现商铺的盈利又涨了不少 不禁感叹 花钱的速度太慢 着实郁闷 妙音一脸无语 晚间 前院的丫鬟前来禀告 说是老夫人请我过去用膳 我特意换了身衣裳 华贵而不失优雅的云锦 欠着无彩宝石的金钗 满绿的翡翠手镯 衬得我腹白如雪 娇艳无比 我像一只发着光的惊恐雀 花枝招展地来到前院 看到我的一瞬间 婆母脸上的笑容 变成了嫌弃 沈氏 来见过你妹妹 我一看 许久不见的袁亦臣的身后 站着一位女子 看着红韵 头发枯黄 似乎有些营养不良 也不过如此嘛 袁亦臣却对她十分在意 好似害怕我伤害她一般 将她护在身后 做足的保护的姿态 我笑道 这就是夫君带回来的姑娘 长得真实 清新 那姑娘脸色一僵 差点哭出来 袁亦臣顿生怜爱之情 冷冷地撇向我 夫人为何要刁难容 周围的人都对我怒目而视 可我明明什么也没做 甚至可以说 我才是那个受害者 夫君和别人有了孩子 还堂而皇之地将人带回来 虽然明面上没人说什么 可到了明天 我就会成为夫人圈里的笑柄 这些都没人在意 在他们眼中 此时的我只是个善度的恶妇 正在欺负处处可怜的小姑娘 下人有一件只能憋着 婆母却不会为难自己 拍板道 柔儿已经怀了一尘的孩子 总不能委屈了她 就迎入府中 暂时当个贵妾 暂时 我笑了 若是她日柔儿生下男孩 是不是还要抬为平妻 或者更甚 休了我这正妻 给她同位置也不一定 我看向袁一辰 只见她一脸认同 整个屋子安静极了 落针可闻 我不说话 端起茶盏饮了一口 清冷的香气在口中蔓延 这是上好的雪芽 茶树在雪中发芽 开春前 茶农冒着大雪采摘 每一片茶叶 都是最鲜嫩的芽间 一两茶 千两斤 我巴巴地送来 不落一句好 反而被婆母指责奢靡 不过她倒是不嫌弃茶叶 两年喝了十几斤 眼见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姐姐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可我和陈狼是真心相爱的 求你不要怪罪我们 她宛若一朵娇弱的小白花 风一吹就倒了 于是我又成恶人 平白遭受一对白眼 只可惜妙婴不在 不然该让她学学 人家这才叫女子 柔姑娘 既然母亲和夫君都喜欢你 我也不好说什么 便听母亲的 当个妾吧 反正我也无力阻止他们的决定 不如卖个人情 眼下风铃院还空着 我命人收拾一番 你便住那里吧 风铃院离袁毅诚住的和风院最近 也算是成人之美 可惜袁毅诚不识抬举 无情拒绝 不用 柔跟我住 这可真是将我的脸面 踩在地上摩擦 我扯出一个笑 忍下将茶水泼到她脸上的冲动 夫君开心就好 目的达成 他们三人输了一口气 吩咐人百善 一道道真羞美味 色香味俱全 我却连筷子都懒得提 柔看得目不转睛 眼中放着光 袁毅诚贴心地为她夹菜 狼情惬意 羡煞旁人 看得我心头低血 东海大黄鱼 220辆黄焖鱼翅 80辆五舌羹 100辆青汤燕窝 200辆 还是家中的厨子手艺好 儿子许久没吃到如此美味了 袁毅诚连吃了两碗米饭 又让人成了第三碗 婆母见儿子胃口好 十分欢喜 你喜欢就好 明儿还让厨房给你做 明儿还做 我在心中冷笑一声 你可真敢想 且不说花费 但是食材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东西 我找了一个月 才勉强找到这些食材 原本打算为我爹祝寿 他老人家 别的爱好没有 为爱美食 这下可倒好 一个月的时间 为他人做了嫁衣 柔儿吃得满嘴流油 老太太也似乎也觉得 今天的饭菜格外香 也多吃了一碗汤 我叹了口气 我的银子啊 袁毅诚在家休息一天 便去上朝了 陛下龙颜大悦 夸赞不少 风赏却少得可怜 倒是我莫名其妙得了个告命 妙鹰也带回了好消息 西郊的地虽然有不少人看上 但耐不住我财大气粗 以超两成的价格拿下了 眼下正是播种的季节 西郊的地只有一半是田地 另一半荒着 实在浪费 作为商人 自然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资源 拨动着金算盘 稍作合计 又拿出一达银票 另一半的地用来盖酒楼和客栈 修一条路 只通到西山山顶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我出价前的建门 那是在江南 一位姑娘在山脚下开了酒楼与客栈 美其名约农家乐 开始时所有人都笑话他 觉得他铁定赔得血本无归 可当客栈建成后 恰逢满山桃花盛开 游人络绎不绝 他的酒楼生意火爆 赚得盆满钵满 妙音也见识过 自然懂得 他眼睛一亮 提议道 京城最不缺的就是有钱人 不怕贵 就怕不够贵 不如咱们就学悦姑娘 弄那个什么会员制 花钱越多等级越高 到时肯定有傻子大把花钱 我赞许的摸了摸他的头 不愧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 就是心善 不赚穷人的钱 我将这件事交给妙音 他最懂其中的门道 虽然年纪上小 手段却是不俗 正想着白花花的银子 即将进入我的口袋 突然有丫鬟前来禀告 谢姑娘来了 柔儿本名谢柔 边境的农家女 时常受战火波及 食不果腹 不过她运气好 遇见了袁艺辰 一不升天 我对她倒没什么意见 从前在生意场上 各种妖魔鬼怪见多了 下线也变低了不少 她来找我 依旧一副羞答答的样子 还未开口 脸先红了 柔姑娘 有话不妨直说 我手中把玩着金算盘 算盘珠当当作响 这是纯金打造的算盘 小姐精致 是十岁那年 父亲送我的生辰礼 谢柔看着算盘 眼中闪着奇异的光 姐姐 夫君让我来找你商量 过门的事 你知道的 拖久了我身体不方便 说完她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我一愣 取个气而已 还要大操大半不成 可见谢柔的表情 似乎袁一臣就是此意 我无语伴上 扶着额头 为难道 柔姑娘 府里还是母亲在当家 你找我也没用啊 这我是真的没骗她 袁府大大小小的事 全是老夫人做主 我算哪根葱 要不是钱多 只怕是早就被扫地出门了 谢柔低下了头 不知在盘算什么 而后突然起身 有些冷淡道 那柔就不打扰姐姐了 她身旁的丫鬟连忙扶着她 像是她腿脚不好似的 我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直到晚上 袁一臣来到花双院兴师问罪 说是谢柔从我这回去后 就开始肚子疼 险些小产 她认定 是我妒忌谢柔 想要伤害她的孩子 这可真是人在家中做 锅从天上来 我一整个下午都在看账本 哪来的时间去害她 夫君 你便如此不相信妾身 她一脸嫌恶 恨恨道 沈淮庄 要是柔出事 我不会放过你 我心中一冷 笑道 夫君既认定 妾身蛇蝎心肠 那便一别两宽 就此合离吧 我与袁一臣的婚事 本就是个错误 可以说 我们等无缘 全靠我爹花钱 承安宫去世的早 在袁一臣崛起之前 袁家已经没落 只剩下一个虚绝 和一副空壳子 而我爹 觉得袁一臣年少上进 人又孝顺 将来必定是个好丈夫 于是拼命朝他身上砸钱 陛下命他镇守边疆 粮草不够 我爹送棉衣不暖 我爹送 若不是不能私造兵器 只怕我爹还能送去刀剑 也因如此 老夫人才会低下他高贵的头颅 答应了我与袁一臣的婚事 只是我爹千算万算 肯定没有想到 袁一臣确实是个好丈夫 只不过不是我的罢了 自我说了和离 袁一臣再没踏足过化妆院 我也乐得清闲 要说我有多难过 那倒不至于 毕竟我与他见面的次数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更别说什么夫妻之时 眼下他忙着娶她的心上人 哪里还有闲工夫管我 袁府一片喜气 大红的绸花挂得到处都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准备娶妻 袁一臣不忍心泄露受委屈 样样都要最好的 瓷器要定谣的 家具要黄花梨的 嫁衣的花纹 更是用金线来绣 与正妻成婚时都没有的排场 这次全部都被安排上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偏宠小妾 我拨着金算盘 忍不住赞叹 当初娶我时 袁家哭穷 一切从简 总共花费不到两千两 而金看来是发达了 娶个妾至少花费五万两 我在府中散步时 不巧又遇到他泄柔 此时他气色好了不少 京城的风水就是养人 他肚子似乎变大了些许 脸上有几分得意 姐姐 柔儿的婚事 多亏了姐姐操持 柔儿在此谢过姐姐 我连忙否认 你的婚事 都是母亲和夫君准备的 我可半点没插手 我若是不撇清关系 万一到时出了事 那必定又是我的责任 想到上次吃的亏 我又默默后退三丈远 生怕他碰瓷 谢柔脸上的笑容僵了僵 转而生硬地转移话题 温柔地抚摸着肚子 夫君说 待我生下世子 便抬我做平妻 他还担心姐姐不答应 但我知道 姐姐不是那样善妒的女人 我脸色骤然变冷 从前他们做妖 我可以容忍 毕竟只是个妾 任凭她再怎么宠爱 也翻不出什么浪 宠妾灭妻的罪名 只要御史参一本 足够让袁一臣失去圣心 当今陛下乃是嫡子 当初险些被树子夺了皇位 若不是包帝明王誓死相助 只怕此时龙椅上已经另有他人 因此他最为厌恶朝臣宠妾灭妻 平妻也好 说到底依旧是妾 不过说起来动听了那么一点 可谢柔说 待他生下世子 原来他的孩子还没出生 袁一臣便已决定立他为世子 嫡妻还没死呢 就打算好立树子为世子 难不成是觉得 我这辈子都生不出孩子 罢了 反正我本来也不想和他生孩子 这两年的时光 为了狗 强扭的瓜不但不甜 还发烂 发臭 我该放过自己了 对上谢柔笑意赢个眼神 我冷漠道 我是 袁府的情帖送往各处 招摇道仿佛告诉全天下 我袁一臣宠妾灭妻 快来参我呀 朝中许久没有大事 御史们正愁 不知怎样在陛下面前 彰显自己的存在感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陛下不仅当众斥责了袁一臣 还将他的侯爵降为伯爵 我坐在酒楼里 一边喝茶 一边听着隔壁的客人聊八卦 他说得言之凿凿 像是真的一样 这酒楼亦是我的产业 走的是高端路线 客人非富即贵 二楼是雅间 为了防止隔墙有耳 这里的窗户纸 只有薄薄的一层 场地也够大 只要稍稍收敛一点 隔壁绝不会听到谈话声 而隔壁的勇士 显然毫不在意 自己的话被人听去 颇有几分泼富骂街的气势 将袁一臣从头到脚 数罗了好几遍 我吃着绿豆糕 听得津津有味 大约骂了半个时辰 绿豆糕吃了一盘 茶水也见了底 似乎是没词了 隔壁沉默了 我也起身 打算去释放一下 乃至隔壁突然换了话题 刚才大骂袁一臣的勇士道 还没找到西郊的地是谁买了吗 另一个男人唯唯诺诺 是沈家小姐 他出了九万两银子 咱们王府里 实在没那么多钱 我 踏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 我整了整衣裳 吩咐小二再上一壶茶 勇士像是被噎住 半天不说一句话 正当我兴致缺缺时 只听他怒道 袁一臣那么对他 他还帮他买地 真是蠢笨如猪 说完还觉得不解气 又补充一句 都不是好东西 我 杯中的茶水突然不香了 我又招水惹谁了 骂袁一臣便罢了 我做错了什么 谁说我的地是买给他的 像是被气到一般 勇士将筷子一撂 目气冲冲地走了 路过我门前时 他莫名其妙停住 一道目光像是穿透了薄薄的窗户纸 落在我身上 好在他没有冲进来 喝完第二壶茶 我终于憋不住 解决一番 一身轻松地打到回府 临走时 我随口说了一句 二楼的窗户纸太薄了 掌柜记下一笔 恭敬道 东家放心 在下这就着人改进 我点点头 坐上了回府的马车 一路上我都在想隔壁勇士的身份 听他们似乎提到了王府 还有西郊的地 莫非是 冥王 声音似乎有些像 可他要买地干嘛 不急细想 马车停了下来 袁府到了 史诗上的红筹已经被取下 走进大门 原本随处可见的红色都消失不见 整座宅子死气沉沉 难道勇士说的都是真的 袁一辰被降绝了 见我回来 老夫人指着我鼻子骂道 家中都变天了 你还有心思出门 真是个丧门行 我懒得与他争执 看着堆积在院中的家具器物 差点笑出声 若我没有猜错 这大概是袁家的全部家当了 袁一辰为了欣赏人 不惜下了血本 当初娶我时 城中传出不少留言 说袁一辰是个吃软饭的 只会花媳妇的钱 老夫人为此记恨我许久 眼下得了机会 恨不得昭告天下 他们原家出息了 有的是钱 因此对袁一辰的铺张浪费 他不仅没有阻止 反而又往里添了一笔 谢柔脸色苍白 好像被这变故吓道 还没回过神 我笑着安慰道 柔姑娘 别担心 只要夫君心里有你 这些俗物算不得什么 他没有丝毫感激 反而怨恨地看着我 听老夫人又抱怨了几句 我这才知晓 原来陛下下了令 谢柔来自边境 很难保证不是敌国戏作 婚事日后再说 原本还指着收写礼前回本 如今真是血本无归 而袁一辰原本作为有功之臣 前途一片光明 经历此事 想要再有所作为 只怕困难 老夫人脸色十分不好 对谢柔的态度也天翻地覆 冷哼道 既然陛下亲自下旨 那婚事便罢了 若不是考虑到他的肚子 只怕现在就要将他扫地出门 我默不作声 总之不关我的事 袁一辰也不似之前那般维护谢柔 对母亲的话置若罔闻 他表情英质 拳头紧握 若不是冥王处处针对 我也不至于受此责罚 冥王 真的是他 袁府的日子愈发难过 或是一日不如一日 虽说袁一辰奉怒不低 但开销更大 府中的开销暂且不提 便是送礼 就是一笔巨额之初 朝中最讲关系 红白喜事 都要花钱 若是礼不到位 他日遇上麻烦 连个帮忙说话的人都没有 既然要送 便不能太过寒酸 都是大户人家 礼清了 就是看不起人 不如不送 从前我送礼是最为大方 能花钱解决的都不教室 因此即便我出身不高 在夫人圈人员倒也不坏 自从袁一辰带着谢柔回来 我便在没有往外掏一分钱 一家人时 我为你花钱上说的过去 这马上都不是一家人了 在花钱 我就真的纯笨如猪 袁一辰送了几次礼之后 原本就不好的名声变得更差 他前些日子置办聘礼时 可是阔气得很 怎么到了送礼时 就抠抠嗖嗖 难不成是在他眼中 堂堂的朝中大臣 皇亲国妻 还比不上一个小妾 袁一辰有苦说不出 几次来到化妆院 抱怨几句 暗示我该拿钱了 我却没有接话 看他无功而返的背影 像一只落败的公鸡 锤头丧气 袁府越倒霉 我便月要花枝招展 穿金带银 黄昏时分 一家胭脂铺子 派人送来的新品 每一样都各有风味 我来的兴趣 将十几个盒子全部打开 险些看花了眼 还未等我试用 老夫人身边的丫鬟来请我 说是老夫人邀我用膳 我不急不缓地装扮一番 又戴上一只玲珑灼 这才湿湿然起身 我清楚地看到 那丫鬟眼中写满了嫌气 哼 分明就是 嫉妒我的美貌 院中的梧桐落了一地 我驻足欣赏了一番 感叹时光太匆匆 丫鬟不敢催促 也跟着看梧桐 似乎没发现 什么特别之处 我摇摇头 哎 像妙英那么识货的姑娘 已经少见了 这梧桐也是我的嫁妆之一 从江南运过来的珍稀品种 请名将修剪过 在风水大师亲自勘测的位置种下 每一棵都价值千金 袁家人当初觉得我过分招摇 可他们不知道 那些低调的东西 其实更贵 到了私会堂 袁一辰也在 泄柔缺席 老夫人见我满头猪脆 难得没有对我甩脸子 甚至有几分温和 怀妆 坐 先喝杯茶 居然没有叫我审视 果然是不安好心 莫不是想毒死我 我狐疑地端起茶杯 料想他们没那么大胆 这才喝了一小口 平平无奇的普尔 只能说勉强可以解渴 算不得什么好茶 我可算是明白了 原来他老人家也指望我拿钱补贴符上 我面上不写 喝了一杯 又添一杯 似乎没觉出什么不同 老夫人急了 皱着眉尝了一口 不可置信地问 你就没发现 这茶哪里不对 我脸上的茫然恰到好处 而后露出得体的微笑 母亲的茶自然是极好的 她脸色一沉 拉下了脸 你前些日子送来的茶 我觉得也还不错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习惯了山珍海味 哪里还吃得下粗茶淡饭 只可惜啊 是你们主动选择的粗茶淡饭 血牙却是好茶 不过有失无价 只怕要来年春天才能买到 眼下确实买不到 我私库中也就存着几十斤而已 喝不完还可以煮茶叶蛋 老夫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大户人家最讲脸面 总不能直接开口 让儿媳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补贴家用 若是传出去 原家几代人的脸都要被丢干净了 老夫人当然不肯死心 继续道 下月初六 陈国公府的世子娶亲 你替一臣备一份厚礼 他公务繁忙 你就多为他操心一些 我轻笑一声 下个月初五是我爹生辰 眼下儿媳正忙着准备生辰礼 暂时抽不出空来 不如母亲亲自替夫君准备吧 母亲眼光独到 挑选的贺礼定然会让国公府满意 老夫人还想再说什么 袁一臣咬牙 母亲 她既不愿意 我们也不必强人所难 倒是很有志气 我以为 既然撕破了脸 袁一臣很快就会同意合理 没想到 硬是拖到了开春 她始终不肯点头 妙音陪着我哀声叹气 她刚从神府回来 说我老爹听了我的遭遇 难过得少吃了半碗饭 我正感叹我们父女情深 没想到袁一臣居然来了 手中还拿着一张纸 我连敷衍都懒得敷衍 直接问 你来坐肾 她脸上有隐藏不住的喜气 将修书扔在我脸上 一扫往日的阴霾 你已不是袁家父 趁早搬离袁府 我愣了愣 这算是喜从天降 还是妙音提醒我看看修书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仔细看了一遍 不得不说 袁一臣还是一如既往的无耻 休憩的理由 居然是无所出 我为什么无所出 自己心里没数吗 非要投顶草原才会高兴 罢了罢了 只要能离开 无所出就无所出吧 我一刻也不愿多等 迅速开始打包行李 好在家中宅子多 袁府附近就有一座 妙音出门喊了几十个沈家人 将我的嫁妆搬到沈家宅子里 我出嫁时的嫁妆有99台 搬完后 库房变得空空落落 至于其他我置办的东西 自然是要全部带走的 床单 被褥 衣裳 家具 锅碗瓢盆 样样都是花了大价钱买的 拿去当铺里换成银子也是好的 袁一臣院子里的东西也不能落下 我亲自指挥人搬 目光仔细搜寻 生怕漏了什么 正在喝粥的泄柔 顾不得面子 挺得大肚子上前质问 你在做什么 夫君已经把你修了 你凭什么动员家的东西 我笑了 怪不得他总是用莫名其妙的表情看我 好像我欠他钱似的 原来是觉得我的荣华富贵都是原家给的 所以迫不及待想取而代之 你刚来京城 不知道我的身份也情有可原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乃大齐第一富商沈在先的独女 你所睡的床铺桌椅器具 甚至你身上的布料 皆是我花钱买的 考虑到他肚子里还有个孩子 我十分大肚的把他的东西都留了下来 在日落之前 我施施然走出原府 身后 随从 扛着已经长出新芽的梧桐树 大口地喘着粗气 至于原府的老夫人 看着空空荡荡的家和院子里的几个大坑 被气昏了过去 那肯定与我无关 我只知道 在我踏出原家门槛的那一刻 是我这两年中最轻松快乐的 至于沦为笑柄和谈资 我毫不在意 毕竟我依旧可以穿最好的衣裳 戴贵的首饰 赚最多的银子 我没有回沈家 家中兄长已经娶妻 竟是被修 说出去不好听 我与妙英寻了处别致的宅子 活得自由自在 大摇大摆的花钱 不用再担心 我的行为会给府上抹黑 西郊的酒楼也出现规模 单看雏形 已经可以将京城最好的酒楼比下去 等到建成 不知又是何等壮观 生活突然变得多姿多彩 我趁着时间充裕 将产业仔细寻查一遍 金算盘上下波动 最后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 我感叹一句 这么多钱 其实是八辈子花不完 八百辈子也花不完啊 妙英头来一个忧怨的眼神 然后窜度我带她下馆子 走 小姐带你花钱去 我穿上一搭银票 笑的人比花娇 妙英翻了的白眼 整个酒楼都是你的 花什么钱 我哑口无言 无法反驳 若是问哪里的小道消息最多 那除了青楼 就是酒楼 大厅最为热闹 我与妙英坐在角落里 林桌是两位身着华服的公子 而他们谈论的 正是我的前任夫婿 也不知道警招长公主 看上她什么了 论身份 论才学 论相貌 她有哪一点出众 就是 听说为了上公主 连糟糠之妻都休了 此等德行 当真令人不耻 妙英憋笑 我默默道 我才不是糟糠 不过总算明白 袁逸臣为何突然同意放我走 原来是找好了下家 我虽家财万贯 但论地位 和长公主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傻子也知道选公主 那两位公子 比是一番袁逸臣 又将话题 转到长公主的哥哥 冥王身上 听说冥王打算娶亲 你家妹妹终于有机会了 另一位公子笑骂 我家可不敢高攀 不知道哪天连祖宅都窥进去了 我若有所思的客瓜子 妙英听着他们的话 时不时无嘴偷笑 我摇摇头 不由地感叹 冥王也是 活该被嘲笑 冥王的事迹算不得秘密 简而言之 就是个败家子的故事 作为陛下的胞弟 他深受陛下信任 早年他出宫建府 各种赏赐如流水一般 一时间风光无限 可某一天 京城当铺里突然出现一件遇刺之物 一旦激起千层浪 陛下这才发觉 他最宠爱的弟弟 已经沦落到靠典当东西为生 要说冥王的家底 定然十分丰厚 俸禄 赏赐 实意 若是正常开销 那也是八辈子都花不完的 可冥王有个癖好 经商 大旗对商人颇为宽容 甚至鼓励经商 朝廷的一大重要税收 便来自商人 因此像我爹那样的经商能手 在陛下眼中 也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有功之人 可冥王 那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经商奇葩 做生意必赔的血本无归 只要有他入股的商铺 不出三个月 必定关门大吉 不少商铺因为被他看中 老板连夜关张 丢至大吉 三年前 他也亲自前往沈家 表示自己想和沈家合作 到西北苦寒之地开绸缎庄 他信心满满 直言那里的人都穿粗布衣服 没有像样的绸缎庄 若是开一个 定能大赚一笔 我与老爹对视一眼 在眼中看到了同样的情绪 然后无情地拒绝了冥王 后来他不死心 当真跑到了西北开绸缎庄 流水般的银子砸进去 连个水花都没激起 又灰溜溜地回到京城 那时我已嫁到袁家 便甚少听到他的消息 倒是没有想到 他妹妹居然会看上袁一辰 就这八卦 我与妙英吃了一桌子菜 回过神室 肚皮已经高高鼓起 我撑得难受 忍不住悄悄松了松腰带 这才舒服了几分 小姐 你得注意形象啊 我应将裙子往上提了提 完全就是五十不孝百步 好在我们坐在角落里 不会引起关注 此时饭点已过 大厅有些冷清 原本滔滔不绝的两位公子 抹了抹嘴 敲着二郎腿 开始八卦冥王的感情史 我听得正兴起 忽然的两人猛的一惊 从椅子上摔倒在地 顾不得疼痛 又立马起身行礼 参见王爷 我一回头 只见一席降紫色华服的男子 面若观欲 风姿倾城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 但我依然被冥王的美貌折服 此等角色 便是败家 也让人生不出半点不喜来 小姐 咱们怎么办 妙音也是认得冥王的 不过此时 我觉得还是装作不认识比较好 冥王看上去心情不坏 但我莫名害怕 总觉得他下一句话 便是邀我一同去西北迈步 我与妙音低头装安蠢 忽然一道清澈的声音在头顶响起 沈小姐 好久不见 我抬头干笑 王爷还是这般玉树临风 扑哧 冥王身后 一位清秀的少年笑出了声 再开口 却是女子的声音 哥哥 我可总算见到了你的沈小姐 当真是个妙人 叫冥王哥哥 那他岂不是 警招长公主 至于他说什么 那都不重要 冥王皱着眉 似乎对长公主的话有所不满 他看向我 欲言又止 这种时刻 我只需要装死 眼观鼻鼻关心 一言不发 沈小姐 若是得空 可去王府做客 说完他似乎觉得不妥 补充道 舍妹也在 我满口答应 至于去不去 那都是后话 我还未再见警招长公主 却听到了他的婚讯 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件事 袁一辰再一次沦为笑柄 原来 陛下赐婚警招长公主 与庆德公世子 与袁一辰没有丝毫关系 我总算输了一口气 这才像话 那样娇俏的小姑娘 怎么能给袁一辰那个傻子当续贤 听闻长公主喜爱作画 我当即从库房里 翻出一幅无大家的神仙卷 命妙英送去冥王府 本是一件小事 乃至第二天 冥王居然亲自登门道谢 我连忙换了衣裳去见客 一路上发现许多陌生的人 有的抬箱子 有的捧盒子 正当我一头雾水时 冥王起身迎了出来 平静地道 沈小姐送的礼物太贵重 在下受之有愧 在府中挑了些俗物 回赠小姐 还请笑纳 我心说 东西也不是送给你的 忽然转头看向妙英 她也难眼震惊 看来是送错了人 这时也不能再反口 只好干巴巴地道 王爷太客气了 你喜欢就好 也不值什么钱 早年无大家扬名之前 曾在沈家做客 白吃白喝 当然不好意思 就画了许多话赠予我爹 后来他一招成名天下志 化作万金难求 我爹这才命人 将满满一屋子的话收起 说来确实不值钱 几顿饭罢了 冥王沉默了半赏 悠悠道 沈小姐果然才大气粗 我选择保持沉默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我只好偷偷打量 冥王送来的东西 看一眼 珠光宝气 华丽不凡 第二眼 好像有哪里不对 蕾丝金凤簪 双鞾弦注金不摇 金丝凤文紧断 这是想让我死 我两股战战 声音颤抖 就差给他跪下了 王爷 我还不想死啊 他愣住 谁要你死了 看他的样子 难不成不知道 他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小女只是平民 用不得凤凰图样 王爷折煞小女了 他看了眼自己带来的东西 沉默片刻 淡然道 东西留着 以后就能用了 这东西 只有后宫的娘娘和公主王妃能用 我就是留到天荒地牢也用不上啊 等等 莫不是他看上我了 或许是看上我的钱 思考片刻 还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考虑到沈家的产业 以及冥王败家的速度 我摇了摇头 终止了这个可怕的想法 他也没在久留 临走前 还告诉我一个最新的八卦 袁一辰已经开始变卖东西了 没想到堂堂王爷也关心八卦 我瞬间觉得 关系亲近了许多 连笑容都灿烂了几分 多谢王爷 至于谢什么 他应当知晓 五月 天气已经变热 西郊的游人也开始增多 以蓝眺望 一边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 一边是郁郁葱葱的杏子林 走近了才能发现 城隍的杏子挂满了树枝 梧桐酒楼开业第一天 我盛装出席 暗红色的织景裙 为了应景 用金线在裙板绣了大片的杏花 与头上的赤金杏花簪摇香呼应 我大方便面对客人的打量 吩咐小二维 每桌客人都赠送一盘刚采摘下来的黄杏 杏子酸甜开胃 引得众人交口称赞 不少人当即决定 吃完饭 再去西山摘杏 这才不需此行 去往西山的路上 揭示商户 吃得完的 用得应有尽有 比起城中的繁华 此处别有一番风味 冥王也屈尊前来捧场 见到我 他眼睛似乎亮了几分 沈小姐 此地真是妙极 不知在下能否入骨 我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拒绝他 他倒十分善解人意 主动道 我开玩笑的 行吧 你很幽默 我与他并肩走在青石路上 山间凉风袭袭 也不觉得热 王爷当初似乎也想买下这块地 美思 即此我便十分庆幸 还好我砸的钱多 冥王停下脚步想了想 忽然露出笑容 一时间 漫天的风光全都失去颜色 只剩下眼前的无双容颜 我曾答应一个小姑娘 要给他种一块最大的地 种最多的粮食 让他有吃不完的绿豆糕 他叹了口气 可惜囊中羞涩 我皱着眉头 总觉得这段话在哪听过 好像是很小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对我说过 那时大旗发生洪灾 梁架飞涨 许多百姓吃不上饭 而外地的灾民为了求生路 纷纷涌进京城 街道上每天都能看见尸体 沈家有不少存粮 可对成百上千的灾民来说 无异于杯水车薪 父亲知了粥棚不失 粥月煮月息 最后一锅粥里只有一把米 看上去像清水一般 我喝着青粥石 那个粉雕玉镯的小男孩 手里拿着一块绿豆糕 清甜的香味 顿时引得我口水直流 我拿一碗青粥化了绿豆糕 然后将绿豆糕掰碎 扔进了锅里 灾民众多 粥不够分 只能紧着孩子 一个个面黄继瘦的孩子 狼吞虎咽 将顽底舔得干干净净 回味着那一丝丝甜 我与男孩坐在一旁 他静静地看着我流口水 锅里的汤水被刮得一滴不剩 我最终也没能尝到绿豆糕 直到分别时 男孩对我说 他以后会为我种最大的地 种最多的粮食 做吃不完的绿豆糕 他坐在华丽的马车里 表情认真严肃 我说 我会成为大旗最厉害的女商人 赚最多的钱 把你的地和绿豆糕全买走 眼前的人和记忆中的男孩重叠在一起 虽然很是违和 但也勉强能说得过去 他一直将儿时的承诺记在心里 我心中感动 同时又有几分肝疼 合着年老败家 还是为了我 想到那些打水漂的银子 肉更疼 作为整个大旗未来最厉害的女商 我平生最恨三件事 一 亏钱二 亏钱三 还是亏钱 看了一眼冥王的脸 我又默默叹气 罢了 这点钱还是亏得起的 山顶的风光最好 百亩姓林 千亩良田 尽收眼底 游人络绎不绝 我心花怒放 十两 二十两 三十两 这么一会儿 便有数百两银子的进账 此举一是学习江南岳姑娘的做法 想进山 得先给钱 山下的护卫是冥王特意派来的 就差直接告诉所有人 我是他罩着的 不怕有人不给钱 他虽然没钱 地位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不怕得罪人 在凉亭小座 冥王脸上的笑意就没淡下去过 也不知有什么好笑的 怀庄 你觉得我如何 他的眼睛像是一红青泉 山间的风吹过 吹出层层涟漪 目光扫过他的下河 我咽了咽口水 正要开口 却被人打断 王爷 参见王爷 一群贵公子乌泱泱地挤到凉亭外 其中还有一个熟悉的面孔 我默不作声 静静地 看着冥王的脸色 由红转黑 那群人却没有要走的意思 七嘴八舌地交谈起来 聊了许久 有一公子道 元凶昨日喜得贵女 今日就在此地遇上王爷 也是难得的缘分 不如请王爷赐一家名 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有人扯着说话那人的衣袖 示意他闭嘴 袁一尘脸色僵硬 却不得不站出来 王爷一字千金 下官不敢奢求 绿豆 冥王面无表情 两千金 记得送到我府上 所以 袁一尘的女儿 叫袁绿豆 居然还有点可爱 是怎么回事 袁一尘咬着牙 拱手道 谢王爷赐名 为了打破诡异的氛围 有人闭着眼睛夸赞 绿 乃是希望之色 豆 意味重豆得豆 有付出就有收获 绿豆真乃绝佳好名 原来还可以这么解释 我忍不住头去赞许的目光 下一届的文状元不是你 我第一个不服 冥王冷冷的一瞥 就差把不耐烦写在脸上 这下傻子也知道该走了 王爷 在下告退 王爷 在下告退 王爷王妃 在下告退 他身旁的人猛地捂住他的嘴 见冥王没有说话 这才赶忙拉他离开 低声训斥 你个傻子 王爷还没娶亲 那人憨憨地道 我刚来京城 不知道啊 不过王爷和那姑娘 真的很般配啊 我默默服了 这悄悄话说的一点也不悄悄 冥王低头整理一惊 但我分明地看到 最后只剩袁一臣没有离去 短短两个月 他沧桑了不少 半旧的衣裳 还是我在袁府时为他定制的 他根基不深 老夫人又过惯了奢侈的生活 听说自我走后 他也没有收敛 就那点家底 不知能奢侈到几时 王爷 下官觉得有必要提醒您 您身边的女人是下官的气妇 为人张狂 奢靡成性 他恨恨道 您身份尊贵 千万不要为了个气妇 污了自己的名声 仔细想来 他说的也不算错 我确实不够低调 还成过婚 除了美貌和浅 我竟一无所有 冥王这样的男子 不是我该肖想的 手上忽然传来一阵温度 我转头一看 一只大手握住了我的小手 你瞎 本王可不瞎 冷冽的声音不带丝毫温度 我才发现 原来他也有气势逼人的时候 本王已向皇兄请指 求取怀装 下次再见 他便是大旗最尊贵的王妃 冥王拉着我的手 头也不回地朝山下走 我还没回过神 刚才发生了什么 掌心的温度是那样真切 我微微挣扎 又被更大的力气攥住 王爷 你走错路了 他这才停下 闷闷地道 我叫傅景明 我自然知道你叫傅景明 可你告诉我 我也不敢喊啊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这一次 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他开始叙叙叨叨 说了许多 原来他三年前去审家 不是为了合作卖部 而是向我爹提亲 我爹提出要求 若是他真的能在苦寒之地 开启绸缎庄 便将我嫁给他 这分明就是婉拒 可他就当听不懂 当真去了 结果没想到 他在西北听到了我的婚讯 他匆忙跑回京城 赶在大婚当日 让陛下派袁一臣前往边疆 谢柔也是你安排的 他们本就郎有情 妾有义 我只是推波助澜 他丝毫不觉得自己哪里不对 袁一臣此人表面上正派 实则自私自利 全无半分成安宫的风骨 我深以为然 当时我老爹看中他 多半是觉得成安宫那样的人物 必定虎腹无犬子 可哪知 袁一臣完全长成了他母亲的样子 所以 你愿意当我的王妃吗 他目光灼灼 俊美无仇的脸上写满诚恳 仿佛只要拒绝了他 我就是最大恶极的歹人 而我心地善良 自然不能当歹人 我嘴角上扬 眼角眉梢都染了笑意 继续之前的话 我觉得你 甚好 他的笑意还未占开 我又泼上一盆冷水 不过 西北的绸缎庄 还没开起来呢 傅锦明 心中盘算一番 大约要砸进去多少银子 不由得叹息一声 看来以后得更加努力地赚钱 毕竟还要养一个败家子 直到走出了许久 清澈的笑声才在身后响起 傅锦明大声喊道 沈淮庄 我们来日方长